主料,杏鲍菇200克,菠菜100克,猪肉50克,胡萝卜50克,辅料,油,盐,鸡精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把杏鲍菇切成片,把胡萝卜坑切成片,猪肉切成片,然后泡到水淀粉里面,然后把杏鲍菇在水中捉一下,把菠菜洗干净切成段, 把锅烧热放热油,然后放入葱花,然后放入胡萝卜和捉好的杏鲍菇进行翻炒,然后放入菠菜再继续炒,最后加入盐,鸡精,香油,这样香喷喷的菜就出锅了,烹饪技巧,杏鲍菇最好捉一个开锅,这样才好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